一言唐文龙12月17日晚 现身香港鸿开某酒店 出席同心同乐慈善业 唐文龙表示 当晚来支持有自闭症的孩子 希望他们可以在社会上开心的生活 特别是自己也很喜欢小孩子 和孩子们在一起时会觉得很开心 那你要不要快点生一个亲自培养呢 我现在我还没有婚姻 所以别的就不想了 这种事情以后有缘再说吧 另外早前唐文龙弄伤了肋骨 现在看到他精神异异 应该是好的差不多了吧 这个肋骨已经康复了90%多吧 还有一丢丢一点点 我想还一个多月吧 但是我最近已经开始锻炼了 各种锻炼 所以让他自然好 然后在这个过程呢 是给他一点压力慢慢的好 谋方全媒香港报道